为了捕捉鬼的痕迹 一个胖子被老板要求到小区过夜 工作的内容就是对着家具附近拍摄 一小时拍一次 胖子连续拍了好几次 都没有发现异常 可是就在拍到第六章的时候 胖子却发现了诡异的事情 随后胖子忍不住向墙角望去 结果什么也没有看到 可是下一秒 胖子却感到心脏传来一阵脚痛 随后胖子就倒地不起 第二天 胖子的尸体被一伙人发现 同时还有那诡异的相片 可是负责人乔本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原来乔本是一个导国的科学家 他发明了一种叫梦结海绵的物质 这种物质由人体的蛋白质组成 可以捕捉各种波长的电磁波 只要吸收足够的能量 就能够释放反重力的效果 甚至像鬼魂一样倒立天花板 幕后老板看到这伟大的研究成果 于是决定继续资助 他们以核辐射的借口驱散了当地的住屋 并且在房间里架起了特制的摄像机 全程24小时监控研究 随后乔本也说出了找东子的原因 他们打算放男孩出去 让东子调查男孩的资料 想去哪里以及男孩的死因 而东子也得知已经牺牲了一个胖子 于是决定来解剖试验尸 因为他坚信人是不会那么容易被吓死的 他将胖子的尸体再次解剖 拿出胖子的心脏 却骇然地发现 心脏上竟然有小孩的手印 也就是说鬼魂是可以实质化的 随后东子开始脑补当晚的惊弱 胖子看到诡异的相片 肯定会转身查看 然后发现了墙角的男孩 随后男孩慢慢走向胖子 初步断定是因为直视了鬼的眼睛 所以才会导致胖子的死亡 与此同时 研究成员的苏元 却想独吞小组的研究成果 于是他把梦结海绵喷在报纸上 然后走进了男孩的房间 可是却被突然进来的乔本发现 然后乔本把他锁在了观察室里 当东子等人回到研究室 发现乔本正在审问苏元 原来苏元用喷了梦结海绵的报纸压缩了鬼魂 藏在了口袋里 殊不知男孩正慢慢爬了出来 当苏元准备交出鬼魂的时候 却发现鬼魂已经不在了 而东子却突然让他不要转头 可是苏元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结果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只见男孩伸出一条细丝连住了苏元 然后男孩竟然实体化 掐住了苏元的喉管 当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男子把死去的同事拖出房间 可是女子的灵魂却脱离了肉体 所有人的精神开始紧绷 只见灵魂以一种诡异的姿势站起来 可是下一秒就消散在了天地间 而研究室里的男孩却不会消失 原来这也是研究小组的目的 究竟怎样才能以鬼魂的形式留在人间 时间到了第二天的下午 大家决定展开对鬼魂的下一步研究 只见同事打开了房间的大门 在大家的注视下 男孩走出了房间 东子紧随其后 男孩走出居民区 来到马路上 他却有意识地搭乘公交车 而东子认为这是男孩生前的惯性 下了公交车之后 男孩走出了很远 直到天已大黑 才来到了一所教育小学 这里可能是他生前就读的学校 东子紧随其后 发现男孩走进了一个教室 而东子就在教室里观察 男孩突然起身 在黑板上写了什么 东子想看清他写的是什么 可是 随后男孩又走出教室 东子赶紧跑到楼下 只见男孩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重新站了起来 而这应该就是男孩生前的死因 然后男孩坐在凳子上 嘴里一直嘟囔的什么 东子也看出来男孩说的是轩草花 并且表露出一副很伤心的表情 然后男孩又来到路边 此时已经是深夜 东子就打算买一份关东煮冲机 可是有一个不长眼的罪汉靠近男孩 对着男孩开始撒尿 男孩好像很生气 他慢慢地伸出双手 东子发现后立即把梦杰海绵喷在子弹上 打算开枪救下路人 可是却被巡逻的警察发现 而此时罪汉已经危在旦夕 东子只能开枪打伤警察 然后再打向男孩 可是子弹却穿过男孩 误伤了后面的女生 这也成功地吸引了男孩的注意力 东子赶紧找地方隐蔽 准备再次查看情况 此时的东子已经慌得一批 这也是他第一次和鬼进距离接触 但是绝对不能看男孩的眼睛 他就这样和男孩僵持着慢慢起身 男孩把手搭上了东子的肩膀 然后脸也贴了上来 也许是真的拿东子没有办法 最后还是放过了东子 但是后来的警察却把东子抓了起来 随后男孩返回了研究室 同事赶紧关闭了大门 而这次的研究成果让乔本异常兴奋 同样这次的城市枪击案件影响很大 但是乔本还是私自用老板的权力将他保护出来 因为他急于知道男孩葬在哪里 东子再次来到那所学校 询问老师关于男孩的信息 因为男孩曾经有跳楼的记录 所以老师也记忆深刻 原来男孩患有一种稀有的疾病 胸部和颈部会不断地长出细小的肿瘤 老师怀疑他是受不了身体和心灵上的折磨才跳楼的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男孩跳楼的时候 他的母亲也在现场 而且发现男孩并没有当场死亡之后 甚至还想掐死他 幸好老师们及时赶到救下了男孩 之后男孩的妈妈偷偷从医院带走了他 据听说是回老家山上种花去了 而东子瞬间想到了男孩说的宣草花 而台北市只有一片宣草花地 于是他们决定前往寻找 可是途中乔本却接到了老板的电话 原来老板已经对乔本失去了耐心 决定停止研究解散小组 可是乔本却擅自挂断了电话 最后他们来到了一个辐射中心 而这里则是一个强大的磁场 他们也顺利找到了男孩的尸体 东子发现男孩的脖子上有掐痕 乔本断定男孩是怀着强烈的恨意死去的 而东子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当他们打算彻底封印男孩的时候 却发现男孩出现了特别反常的情况 仔细观察发现 男孩的脚底竟然延伸出一根能量线 好像连接着某种东西 于是东子决定去调查清楚 可是就在东子走后 另一辆车找到了实验室 原来是东子的女友 东子的妈妈上午突发脑血栓 怎么也联系不到东子 于是他决定在实验室等东子 可是这时老板的打手来了 乔本意识到不妙 于是让同事赶紧封印男孩的鬼魂 自己回房间收拾起了东西 而同事慢慢地靠近男孩 正打算封印男孩的鬼魂 可就在这时 男孩的身体里又延伸出三条能量线 连住了两个同事和东子的女友 随后男孩就被封印了起来 而这时 老板的人也赶到了现场 乔本从房间里冲出来 拿走了封闭着鬼魂的梦节海面 当众人在回头查看的时候 乔本已经消失无踪了 而这时的东子则顺着能量线寻找 结果来到了一个收容所 最后发现竟然是男孩刚刚去世的妈妈 东子怀疑他们母子是可以沟通的 而通过和同事的电话联系 东子也知道了实验室发生的全部过程 可这时却发生了恐怖的一幕 正在打电话的东子就感觉到旁边一阵阴气 但是还要装作没有看到 下一秒女鬼以极快的速度跑了出去 东子驱车一路跟踪 女鬼在一个路口上了一辆货车 然后又突然在一个十字路口下车 这一切都让东子猝不及防 也因此失去了女鬼的踪迹 就在东子顺着路查找时 却发现了乔本 诡异的是乔本的腿已经恢复了正常 而这时东子也对乔本有了防备 但是乔本却说出了一个恐怖的事情 原来乔本在房间收拾东西的时候 看到了男孩身体里延伸出来的能量线 也就意味着东子的女友也会有危险 随后一辆货车经过 乔本竟然也跟着消失无踪 而东子跑回了研究室 却发现了已经死亡的女同事 而另外一个男同事 正吃着牛肉拉面 却骇然地发现 眼前出现了一根代表死亡的能量丝 被老板发现之时 人已经被吓死 东子也赶紧找到了女友 而这时的女鬼已经在女友身后了 东子赶紧给女友打电话 让女友按照自己的指令躲避女鬼的攻击 然后对女鬼扣动了扳机 随后就看到从女鬼的身体里延伸出一根能量线 连住了东子 东子见机赶紧开车逃跑 而女鬼果然追了上来 东子猛踩油门一路狂飙 女鬼的手慢慢逼近东子的心脏 东子感觉到一阵脚痛 当东子再次醒来后 发现女鬼依旧在不远处 东子赶紧跑进了地铁 直到已经没有了出路 女鬼从地铁下面慢慢地出现 东子仍想做最后的抵抗 但是根本没用 女鬼慢慢地逼近 东子最后打电话给女友 托付了所有的事情 当挂断电话之后 女鬼已经近在眼前 而东子也选择了指示死亡 只见女鬼慢慢把手伸向了她的心脏 而在这最后一刻 东子也明白了许多事情 脑海中回顾着对未来的憧憬 突然一双小手再次伸向东子 东子猛吸一口气又活了过来 恍惚中他看见男孩和妈妈终于团聚 原来乔本夺走了男孩之后 利用梦姐海绵释放的反重力效果 来到了老板的家里 而老板看到乔本的时候 也被吓得不敢说话 原来乔本长期病魔缠身 而且他对别人骂他是瘸子的事情 无比痛恨 最后他杀死了老板 并且来到了那个埋葬男孩的辐射基地 他固执地认为男孩是怀有无尽的恨意 才会变成鬼 而他对这个世界也同样如此 最后他放出了男孩 在男孩的眼前选择自杀 可是他始终想不到 能让男孩变成鬼的原因 并不是无尽的恨意 而是一种执念 原来男孩身患重病 是他恳求妈妈将他杀死的 而妈妈也是不忍孩子忍受病痛折磨 他选择杀死自己的孩子 并不是恨意 而是对孩子的另一种保护 另一种爱而已 最后东子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 东子也终于明白 如果即将要面对人不人 鬼不鬼的生活 死亡不仅是一种解脱 也是一种爱的延续